新北市新店一间公寓凌晨发生了气爆 酿成一死三生 气爆威力非常大 邻居还以为是炸弹爆炸 不止四楼阳台炸得摇摇欲坠 铁窗也被炸飞 对面的住户甚至还被飞溅的玻璃碎片给化生 警察赶到现场发现 有一桶瓦斯正在外泄 但这起严重气爆到底是人为因素还是意外所导致 火调单位还在调查 老旧公寓四楼窜出火车 消防车跟救护车不断来增援 可怕的是起火前也先发生了好大声的爆炸声响 附近住户全被吓醒了 气爆现场满目窗移 四楼的铁窗被炸飞到了一楼地面 窗帘也挂在了电缆线上 抬头一看水泥阳台更被炸到往外倾斜 摇摇欲坠 气爆威力之大 有邻居家的门也被震到了变形 第一时间根本无法逃生 对面住屋也被搏起得很惨 好几片的窗户被爆炸的碎片射穿 老人家吓到白天才平复情绪 新北市新店新民街14号凌晨4点多一栋公寓四楼发生气爆 独居的周姓女子送医后宣告不治鄰居三人受伤 另外也有30多户遭受波及 警消到场后发生现场三桶瓦斯其中一桶明显外泄 但是人为出之还是意外导致气爆 还需要调查事故原因 新北市拆除大队也到场评估 预计会把清洗凉台拆除 而一场气爆不只造成了一死三伤 也让邻居在睡梦中受到了万分惊吓 突然想采草莓直接横跃台三线双黄线 酿成了车祸 一名阎系男子从桃园开车在家人去苗栗玩 突然想要采草莓 他就从南向车道横跃了双黄线 切入北向车道 跟两辆重型机车发生了碰撞 导致两名骑士受伤送医 而阎系男子除了要负担赔偿责任 还得吃上两张法弹 白色自小客车行驶台三线上 突然横跨双黄线 让对象两辆重型机车刹车不及 先后发生碰撞 两名机车骑士连人带车摔倒在马路上 消防救护人员货报赶到协助送医救治 还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附近店家募集意外 当时发出巨大的撞击声响 把人吓坏了 不能这样子过啊 喷大声好不好 车头都撞到没 轿车的车头都没有用 这起事故发生在12号 家住桃园的阎系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趁着周末假日在家人到苗栗踏青游玩 行进台三线128公里处 突然心血来潮想要采草莓 方向盘一打就直接从南向车道 横越双黄线切入北向车道 才会因此酿货 为注意对象来车 直接违规跨越双黄线回转 且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 警方指出三个人的酒侧值都是零 但自小客车驾驶 急着要到对象的草莓园去采草莓 没有打方向灯 违规横越双黄线 将依法开罚600到3600元 不等的两张罚单 还要负担机车骑士损伤赔偿费用 这下子他草莓没踩到 却照获让其他用路的人跟着倒霉 借张新杰苗栗报道 近期鸡蛋供需失衡 全台部分地区闹蛋荒 有蛋农控诉会缺蛋 除了疫情 禽流感跟饲料涨价之外 还有一个鸡蛋市场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蛋商长期剥削蛋农的红盘价 所谓的红盘价就是蛋商在农历新年前 会向蛋农要求一个低于市场产地价的行情 来收鸡蛋 利用价差赚红包 以今年春节九天廉价来算 蛋商红盘价就赚进了九千八百万到一亿元 让蛋农忍不住发声 希望可以废除红盘价 不过却反遭蛋商回呛 说没有办法自己卖蛋就任命吧 鸡蛋厂员工忙着赶工装蛋出货 受疫情潜流感和饲料涨价等因素 全台部分地区闹蛋荒 现在更有蛋农爆料红盘价才是缺蛋的主要原因 就蛋农在赖群主上发声检讨红盘文化 只指这是不敢说出来的真相 而所谓红盘价已存在市场三四十年 也就是蛋商在过年期间要求蛋农 以低于市场产地价格的行情来收鸡蛋 以今年来说农历年休市前产地价格 每台金三十四点五元 蛋商要求的红盘价则是三十点五元 等于跟蛋农要的每台金四块钱红包 在以平均产量十二万箱鸡蛋来算 获利超惊人 蛋商过年吃红包引发蛋农反感 毕竟饲料成本大增 鸡农已经较苦连天 还得再接受红盘价等于加重负担 有的没办法硬着头皮只能接受 有的干脆年前淘汰蛋机 减少蛋量也少了红盘价 甚至有蛋农要求改革缺遭回呛 没红盘可以那就自己卖蛋 没办法的话任命吧 就是又关于既得利益者 我们只要提出这个东西 就等于说要在他身上砍下一块肉 现在县府已通报中央启动联合物价小组 进行稽查 未来将福岛蛋农自产自销 减少中间商红盘价继续剥削 也稳定市场蛋量 接下来到我们的彰化 台北市停车经常一味难求 北市预告修法将针对使用率 达九成的公有停车场及停车格 调整收费上限 将原本一小时收费上限60元提高 最高可以到150元 避免车辆久站 有民众看好是否 以驾质量的做法 认为可以解决排队停车 阻碍交通的问题 但是有民众认为 现在万物都涨 连停车费也要涨 会增加生活负担 前车才刚走 遭有驾驶在一旁卡位 西门町商圈路边停车格 可以说是稀有资源 立体停车场 每逢假日更是一味难求 北市决定出手解决问题 要用调高收费上限 来下走长期占用的车主 停假日的话 下午都满车 造成那个道路阻塞 那如果流动率快的话 大家可以停车啦 费率调涨 锁电西门町信义商圈等 停车格使用率高达八九成的地方 将原先每小时最高六十元费率 新增四个集聚 每小时最高可以收到一百五十元 对一般市民来讲说有点太高了 就是希望还是不要涨价 几乎每天都会除了假日以外吧 多少会有负担 我觉得没办法 因为还会停的还是会停 对啊 会塞还是会塞 我找比较外围 一家质量是否就能解决问题 民众看法两极 北市府赶紧解释 这是特殊时段的特殊手段 不是普遍调涨 只有礼拜天礼拜六 或是跨年的时候 可能在新一计划区 在西门商圈等等会 为了一个管理手段的 一个上限的一个获得 但是不会代表说 未来停车倍率要大幅提升 用到一百五大概 不晓得何年何月才看得到 政策最快下半年才会上路 新北市则暂时不会跟进调涨 说怕万物都涨 荷包越来越瘦引发民怨 记者转圈的魏晨 台报导 także请报告 请不吝点赞到 挤ك much more 请不吝点赞到 巨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